這期行車糾紛就發生在臺中西屯 汗孔路二段 昨天下午五點多 畫面中戴安全帽的張信騎士 疑似要把機車牽出來時 遭到開車的黃信駕駛擋住 雙方一言不合 爆發口角衝突 當場發生推擠 兩個人在車來車往的 大馬路上打了起來 而張信騎士被一路推到路邊的救車旁 可以看到黃信駕駛 私密的推 不讓對方反抗 來看一下當時現場狀況 警方接獲報案 不過人到時 雙方當事人已經離開 張信騎士騎乘機車要騎乘時 遭黃信駕駛車擋住 雙方爆發口角拉扯後離去 警方四個小時內火速查獲雙方當事人 不過兩人冷靜下來之後 都不打算提起傷害告訴 但因為在大馬路上大打出手 這樣的行徑 已經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方還是將他們兩人依法送辦